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进阶的过程 一较漂亮的过顶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最后的这较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阿丽莎查普曼 迪安罗斯 阿德里安娜来 再次交给辛克莱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可以说是直接扼杀了对手 一次在禁区内的得分机会 王珊珊 好球啊 他们不但打破了僵局 还很快 就将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个球 通过回放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这次的跑动尤其精彩 精准找到了防线的漏洞 稳稳把球送进球门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索菲施米特 拿球的是斯科特 很佩服边才啊 这都敢举棋啊 还真没出错 传球传丢了 这是扮演亲善大使吗 传得不错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唐佳丽 有机会 好球 又一个 分叉已经被拉得到了三个球了 回放来了 看看他的跑位 多么的机敏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然后把球送进球门 分叉被拉得到了三球 比分3比0 成功甩开了防守 这是施米特 裁判给了个点球 这个判罚结果啊 有点耐人寻味 只判罚了点球 居然没给牌 可能是考虑到 虽然是进去那犯规 但是球员的动作幅度 并不是很大吧 哇 被门将扑出去了 门将 这次精彩的扑球 他救了整个球队啊 是啊 角球开向了进区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反击的时候到了 王珊珊传球很精准 接下来球看王霜的了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叉已经到了四个球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 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然后打门这一下 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双方的差距 已经拉大到了四个球 比分4比0 弗莱明 这是个界外球 卡泰莎不侃南 迪安罗斯 交给了斯科特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在后场把球阐断 能不能抓住这个 漏洞打反击呢 带球过掉了对手啊 这球能进吗 又一个 咱们今天彻底打疯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5比0 阿德里安纳来啊 这个传球处理得有问题啊 球直接交给了对手 进在直尺拉 进在直尺拉 闻将把球扑出了危险区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进了 看看他们进球前的这机脚传递 完美地展示了TicTac足球的魅力 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无比 张欣 他在如此远的地方尝试了一脚打门 打高了一点点 阿德里安纳来啊 严罗斯 哦 有队友来协助进攻了 阿什利劳伦斯 史密特拿到了球 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这次想打个战术 克里斯丁 辛克莱尔 斯科特接到了球 传回给了辛克莱尔 这不能不进吧 门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球 射门对对方门将构成了一定威胁 不过门将的处理也是非常冷静 瓦内莎极乐 传给了辛克莱尔 抢断对手的传球拿到了球权 双妹子 往上拿球 绝强的机会啊 哎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啊 哇 他简直是信心十足 拿到球过掉跟防的队员 射门 进球 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差呀 这个传球真是送了个大离给对手啊 迪安罗斯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50两分钟 辛克莱尔的打门机会 危机解除 唐嘉丽 咱们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今天这个比分啊 真的非常悬殊啊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唐嘉丽 网霜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啊 球又进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击 而这个她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啊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阿里莎查普曼 传给了弗莱明 他这是在想什么呢 直接就把球传给了对方球员 阿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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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对方直接上来拼抢 他也完全不惧怕 他也完全不惧怕身体对抗 这个传球的路线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传得不错 门将及时出击 瓦尼莎 吉勒斯 目前的比赛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直接把球阐断了 绝强的机会啊 幸好挡了这一下 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 再次获得一个角球 结尾失误了 看看这次进攻啊 队友上来了 防守队员封堵住了 对方在禁区边缘的射门 双妹子 王双拿球 王双得分的机会 是的 还有立功了 可惜了啊 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 凌空上门是很考验技巧的 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进球了 可不是吗 德西雷斯科特 真攻的拦截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球又丢了 他选择自己带球 继续向前推进 王双得分的机会 低脚打门啊 被挡住了 球打到门住了 比赛继续 看看张瑞的处理 王双得分的机会 太残暴了 进一个 接着再进一个 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可以看到啊 这是多名后卫啊 上来逼抢啊 最后球还是进了 立刻对方施加的防守压力了 是的 分差太大了 还有15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捕时阶段 身边有队友过来支援了 对手啊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新克莱尔拿到了球 球交换给了斯克特 加拿大女足没能控制住球 王双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又一个 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气法 看一下回发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这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迪安罗斯 克里斯蒂娜 新克莱尔 传给了查普曼 这球有戏 成功接到球 机会来了 这里进球呢 对比分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毕竟比赛快结束了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击 而这个他的表现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啊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唐佳丽 对手再次拿到球权 阿德莱娜 来啊 裁判失忆这球越位了 不过这个越位不太明显啊 我是看不出来 这球出边线了 现在是至界外球 他的经验啊 非常的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也很强 这是一脚极具威胁的挑船 破坏了对方的上门机会 解除了球门前面临的危机 边路一片开阔地 团中尝试找队友 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弗莱威蝎 迪安罗斯 打扮事宜 伤停不时两分钟 队友的支援来得很快 好防守 切断了对手一次很有威胁的攻势 唐佳丽 精准的挑船落点非常好 上枪很及时 破坏了对手的胜门机会 比赛结束了 好